那個錄音帶是定驗之後在哪出來的? 一直他就說他有 其實這個錄音帶是一個很好玩的事情 就是說其實在 其實我覺得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是說 從圈裡面 那個錄音帶是那個勒數的電話的錄音 然後錄鏡的錄音帶有 他說載出打十三通電話 那好像第一通可能沒有錄 後來他就有錄音了 可是從 我不曉得是以前的檔案的管理還是哪裡的問題 就是說 你看不到說 警察是哪一天到他們家去裝那個機器的 或是他自己裝的什麼時間錄的 這樣子的 就是那些紀錄是沒有的 哦 沒有時間紀錄 只有錄音 對 圈裡面沒有 那一個就是說 什麼時間去裝的 什麼時間錄的 誰去裝的 理論上你閃電是這樣的 會有這種紀錄嗎 對 或者可能是 哪個檢察官申請 或者什麼東西想要去做這個事情 可是沒有 應該講說 律師從來沒有看到過幾個檢察官 其實在整個卷裡面只有一份鑑定報告 那鑑定報告裡面講說 對 就是那個鑑定報告 還有鑑定報告的內容是說 有一通電話的錄音跟同案 九個被告裡面有一個人的聲文是相處的 就只有這樣一份報告 可是這一份報告 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 他所評的錄音帶是哪一卷 怎麼來的 是誰錄的 什麼時間錄的 完全找不到 而且那個聲文還有結果 對 然後這一份鑑定書 是檢察官在哪一天 用哪一個公文 送到哪些資料去給這個行事 其實是鑑定的 也找不到 就是在整個劍文中莫名其妙 就 這行事實際上就回文 回過來就是有鑑定指紋的結果 鑑定聲文的結果 鑑定什麼的結果 然後就回來了 去的過程其實看不到 那然後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他 你要比對電視除了這個多數電話 還有各個歹徒的聲音嘛 可是這個歹徒的聲音是怎麼取得的 是叫他念了一段什麼稿 還是什麼東西 也沒有記憶 怎麼比對 對 然後最好玩的是說 那最後你比對這兩個sample在哪裡 然後 然後這個就是 他們歷審每一次開庭 都說要找這個錄音帶 每一次大家都扯各種理由 找不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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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到這一次 然後 跟十一審的時候 然後他們講說 就一定要找到這個東西 然後最後就回一句話 就說 好像什麼淹水啊 幹麻煩東西 最後要怕麻煩 就結束 那上個禮拜 因為有提這個問題 跟那個 游律師跟鄭律師 也到場 不曉得誰 也跟游律師提到這個問題 游律師說 欸 這個導師 就是 上了公司 那個 他告訴 那個 陸靜德告訴公司的記者 說 那個錄音帶在他手上 有有有 他看你還有在講 說錄音帶在他那這樣 我在想說 不能跟他拿 他就不拿他的那 所以 所以 那個 游律師的結論 他就請那個鄭律師 因為他當講 鄭律師 記下來說 你這一個來重新調查 要求這個 陸靜德交出這一點 其實那個時候 律師常討論過這個問題 結果大家請上去 就是說 因為陸靜德講說 在他那 那大家沒有去 這算新政劇嘛 以前沒有 對對 就是大家沒有 那個時候 還程序正常在跑 大家沒有去 弄這個部分的原因是說 就拿到之後 也不能做什麼 因為 現在可以啊 現在可以拖時間 現在有現在的意義啦 可是那個時候 為什麼沒有叫 陸靜德拿出來 其實是拿出來 沒有什麼意義的 因為你拿到那個東西 第一個 它是不是一個 正當的時間 去做的東西 它怎麼做的 有沒有被改過 或什麼東西 你不知道 好 那 你用 你用那個最小人的想法 想說 搞不好是 那些歹徒都抓到之後 每個路一段啊 然後他就把它 簡介才放在他那裡 那無論如何 都會跟這些人相符 就是最小人的想法 那你即便想說 那個真的是 正常情況下 就是真的歹徒打電話 竟然因為他們家有錢 可以裝電話錄音 他就把它錄下來了 你現在找什麼東西 跟他比對 因為當時那些小孩 落往的時候 十七八歲 那基本上 應該四大歸回 四大歸回 那個聲音都變 你現在沒有辦法 就跟他比對了 所以那些找來實施 你們要做什麼事情 沒有用的方式 所以變成我們那時候 正常在跑的時候 我們就沒有去 要求他拿出來 但是現在是有現在的意義 或許可以就 在 就糊弄一下法官 搞搞搞 就開在什麼 幹嘛之類 這樣 或許是這樣的意義 不好意思 我想問一下 就是就你們這樣的了解 你們覺得 陸正他父親 在這個案子裡面 他到底干涉到 干涉到什麼樣的程度 因為就這樣聽起來 感覺 現在法 就是之後的判決 都是以一個 要迎 就是要迎合社會大眾的想法 而去繼續做原來的這種 死刑的這種判決 那這個 尤其在社會大眾這一方面 看起來是陸正他父親 因為一直有在製造一些騷動 就是 一直表達自己個人的想法 所以造成大眾 會有這樣的 就認為他們 一定就是有罪的 這群人 然後我想 而且又有聽到說 他爸爸也有去介入 介入調查 參與 跟警察一起去調查這些的 那 就你們知道的話 我想知道是他爸爸 在這次的 這個案件裡面 他到底 干涉到一個 什麼樣的程度 你就是 什麼隨席畢業 我沒有畢業 一年 一年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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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感覺你提出一個 就是不同於法律人的觀點 這樣子 其實 這樣其實很多社會水有趣的問題 就是說 他爸爸其實在當時是有錢人 而且是黨政關係不錯的有錢人 那 那個時候我們有一些簡報 一看的時候 就說吳波熊還到他們家去慰問 這樣子 其實就是說他是一個政黨關係 非常強硬的一個人 那當然 如果大家看過的公司那個 那一個 的那一個 即生交易那個影片裡面 他自己 自己就講嘛 就是檢察官在那個房間問話 他就在這個房間這樣 然後人家不能跑來跟他下跪嘛 對 那其實就表示說 那整個偵辦的過程 他就一直參與其中嘛 他這 他整個是在裡面 他拿在裡面嘛 所以他對於不停提供一些資訊嘛 然後比方說可能 人家那邊問完 人家講說 對 人家講是不是那個時間 不對不對是什麼什麼 他們就說再去改嘛 所以他一直在那個過程中 是跟警察是站在一起的 他確實在那個時候 他算 現在會不會這樣子是不太清楚的 可是在那個時代 基本上威權時代 他又是 跟政黨關係不錯 其實他 就是有相當的影響 他在社會上 就是在媒體前 他有 多次類似這種放話 或者是 他這些都有做過了 當然有 其實 其實 被害人家屬最強硬 只有他跟白冰冰 就是這兩個人 他比白冰冰強度太多了 因為政兵力是很難的 他可以算 我覺得 要不要讓一些 他有沒有問題 很可惜 對 沒想到 因為剛才他有講 對阿 就之前那個 薑薇明有講 就是政治案件 這根本不就是 就是法律問題無法解決 因為當時 某程度 你從社會學角度來看 這個有一點點 階級的問題 對啊 就是其實 一直在探討死刑 存廢物幹嗎 其實有講到說 其實這些制度 隱含著一種 就是階級上的部分 像這樣我覺得 也是有點階級上的部分 就是說 因為被害人家屬 他本身 他是夠強勢的 他就可以 主導很多事情 然後讓案子 朝他想要去的方向去 其實那個 大家知道還有一個 古警同屍的部分嗎 那個也是很詭異 那完全不知道 是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就是 就是在 警裡面找到一個屍體 被人家殺了丟進去的 總是一條人命 可是 那 檢察官處理的方式 怪到 讓人不能理解 就是說 就草草掩埋了 這樣子 就是也沒做解剖 也沒有去分來調查什麼都沒有 反正就是 對 就當 就沒處理 對 就當無名師處理了 那當然那個時候 後來大家 律師知道這件事 就在講說 那有沒有叫陸信德去認 搞不好是陸鎮這樣 若是陸鎮的話 那時間點就不夠了 因為那個已經是 案發 就是 邱和尚被抓到 之後一年多的事情 那個屍體是新鮮的 就可能是剛死不久 如果是陸鎮 那絕對就不可能是 邱和尚他們做了 那 很好玩的事情就是說 那陸信德其實 他沒有去認 或者是他認的 他不承認的 這當然就不知道了 沒有記載 沒有記載 然後他就講他沒有去認 那為什麼不去 他說 那就不是 他可以暫定這些講 那不是 因為他已經死了一年 所以不可能 新鮮的事 他認為他已經死了 對啊 就他不願意再去承認了 我覺得如果是家屬 我會有這種想法 就是說 萬一我去看了是的話 那前面這段不就白搭了嗎 這樣子 所以他呢 他已經就是相信 他自己已經 設定好那故事情節了 那可是就是說 你從檢察官那個行徑 我覺得 或者說 很奇怪 很奇怪吧 那你用一個比較陰謀頓講 角度來講 高八大絕的可能是嘛 那就為了不要影響到 現在這個已經在走的這一條 那我們就 有些趕快就草草處理 那就是施改會 必須要 這個那個時候後來 監察院還有一個 周正文還有處理 就是說 對 就是太草率這樣處理的部分 我好奇一點 這個案子已經二十幾年了 像你們 義務律師 在背後這個案子 就沒有 是 對 就是說 你們現在有什麼樣的一個 過法 老實講 沒什麼做法 因為剛剛又講的 這是政治案件 那你們是律師 老實講 其實這個沒有什麼做法 因為 其實 大家會覺得說 案子經過反覆的調查 會越來越清楚 對不對 其實是越調查越不清楚 越久 越久其實事情越不清楚了 那 越離的時間點太遠了 那你能調查的東西 就已經 他可以用很多理由跟你講 沒有說 就淹水啊 就沒有啊 然後之前有一個 那個另外 他那個有一個雙胞胎人 叫做柯虹玉蘭的命案 那個保險 女保險員的案子 他就是 有一包東西 他給他那包東西 現在把他摧摸啊 反正他就跟你講摧摸 那 你要質問他說 為什麼你政務保管 這麼的粗糙 他就說 他老實講說 那無我什麼辦法 就現在就摧摸 所以就是 他手上有一點 一堆對你不利的證據 那些證據都是 這些人自己講 那 那 那有利的他就藏起來 他就跟你講摧摸 那你又拿不到 那所以其實我們能做 就只是去打擊那些 對我們不利的證據 說他們都有問題 自相矛盾或怎麼樣 那 法官他 聽多少 就是這個問題 對 那法官基本上講 他 他就不願意去證視說 這一個 講的過程是有一個變化嘛 那這變化幾度不自然 我們的推特就是說 他有一個變化 那變化的過程不自然 而且中間就是有那麼多的 外力介入的痕跡 所以我們說這個東西 基本上就是慢慢慢慢被編造出來 那法官他就 他不想去看這個問題 對 那還有一個問題 因為我不是很懂法律 我想問 就是在聽那個 之前那個律師在講 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在想為什麼 就是 明明後來 那些 當時在有 有去 逼供 那些警察 他們都已經受到懲罰了 那為什麼 他們那時候做出來的 自白書 還是有效力的 對啊 這個是另外一個有事的問題 對就是大家都會這麼問 所以我已經知道 他是捏造出來的 為什麼還可以有 他們自白 因為那個自白 他不是一口氣做的嗎 這一個案子裡面有兩百多份 兩百多份 對 這兩百多份 那我們當律師當然會有義務 得要去每一份去看 那就是說 他當然是前後跨越了一個半月的時間 然後分批做出來 對八個人 八九個人做的這樣子 那 有發現有一些錄音裡面 有打人的痕跡 然後有罵人的痕跡 那大家應該有聽過那些嗎 對啊 那 這就扯到一個法律上的專有名字 叫做放射效力 就是說 到底打人 然後那個人 因此害怕 然後講出來一個不實的東西 是僅止於被打的那個當下 講的那份筆錄 還是 他從那個之後講都會不實這樣 可是這樣不能說有讀書讀國理論嗎 他們自己經手了 所以後面他們做出來都不算了 對 可是 很好 法官他的認知是這樣子 警察打你嗎 你這份講的是假的 那後來檢察官問你的時候 你也講一樣啊 檢察官有打你嗎 沒有嗎 那時候已經沒有打你 那時候已經沒有打你 你還是這樣講 表示前面講的是罪的 雖然有打你那件事也是不對 但是呢 你講的 跟前面講的是罪的 他就把你 再操心這樣 對啊 那邊 那個 不是有點短片嗎 那個 那個被告穿那個短褲 不是 我靠那個在按那個嗎 對 是在那檢察官裡面 旁邊不是就是警察 是 你不按一下 他就回去又變 聽起來就跟他們 那是那個檢察官 吹記證 吹記證 蘇建合看到檢察官之後 他就覺得 太好了 之前都是警察 他就跟檢察官 講 結果還是沒有啊 我就是跟檢察官講 跟警訓講的不一樣 警察官就不一樣 警察官你帶他出去 等一下再看 帶他去 出去幹嘛 結果呢 出去呢 出去打 真的出去都打 對啊 換人打 然後再問的時候 就是要講到 就一定要講到他講什麼 講到他想要的 就是我們當然 我不太能夠去揣測 就是法官 他們是真的是因為 從小熟念得很好 養尊處優 在那個非常好的環境裡面長大 他無法思考這些問題 還是他是知道 只是不願意去面對的 就是他總是會講出一些 好像跟我們的認知 會有很大脫節的那種 的那些話 這樣子 就是 你會覺得 外界人 就為什麼這個 為什麼 裸體是 我們是生活在同一個世界 你會覺得有點奇怪 這樣子 這是法官他的認輸 所以 他變成是 那一份有打人的筆度 他不用了 可是其他他繼續用 他覺得反正你後面 繼續也講的一樣的東西了 那我就除掉那些部分 我就 那另外 比方說有時候可能 打人的時間點不響 比方說可能 有打人那份 那個人裡面沒有錄 是幾元幾號錄的 好吧 那你這個人的我怎麼不用 那我有九個人 你一個人不用 還有八個人的筆錄 對不對 還是可以構成 法官就是用這種 就是 就像你一顆蘋果有爛的 他就不把整顆蘋果丟掉 他就把那爛的摩掉 然後剩下繼續吃 這樣 這是法官他的作法 那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 像台灣 我們都已經看到台灣的事法 這樣 萬一遇到這種情況的話 我們到底是要講 還是要不講 就是要承認 還是不要承認 你意思是 你意思是 你意思是被告的 假設我這個被告 到底我要不要承認 其實以現在來 其實以現在來講 請律師在場再說 其實這個時候 以現在這個時代來講 這個狀況比較不會發生了 就是 因為現在在警局 也都可以找律師進去陪這樣 那 當然 就是說 那個基本的行為跟 心態跟思維是沒有改變的 就是說他一旦鎖定你之後 他投影走 洗下去的話 你要再回頭是有點困難的 除非有非常明顯的東西 告訴他真的錯了 他不得不回頭 否則他會繼續咬著你下去的 只是現在大概已經比較少 會再用打人的這種方式 然後來 逼迫承認這樣子 現在大概是比較少這種方式 因為現在過程比較透明了 那也比較不敢 對 不過一樣你會很難脫身的 他一旦往你的方向查下去的話 要他回頭其實不太容易 其實這會講到另外一個就講說 就是犯罪的一個階級的問題 就是說 如果你是 認定你是 如果你一向就是白領階級 或者學校就是好學校的學生 大學生 你通常不太會被認定為是 不會被他鎖定 對啊 你不太會被鎖定 除非正好然後發生問題 是你的女朋友 或者是你很親的人 我幹嘛才會被懷疑到 正常狀況下 你不太會被鎖定 可是像邱和聖的人就很倒楣 他本來就是 他本來就是 他本來討債就不是 大家眼中的好東西這樣 對 那很容易就會被栽在他身上 然後大家就核心核理 不是你還會有誰的 你又住在那個附近 對不對 所以聽我語字正大了 不用擔心 尤其你還讀法律的 更不用擔心 你看起來這樣亮 如果我當律師 那就OK了 不要看 不要再看我 所以長得帥 長得漂亮 我比較不會被淹忘 所以你看在美國他開庭的時候 大家都還是要穿西裝出來 對 所以你要表現出你是一個 善良的人的樣子給陪審團看 不一定 不一定 他原則上是這樣子 他有時候是為了要國群 對啊 然後就要裝得比較可憐 比較 反正總是都有很多的 我問一個 我很好奇 那如果說 這並你的認知 事實上這個案子 律師事實上 到目前是沒辦法做什麼 那你一直在參與這個 志控律師的辯護 你的 你是想要 你覺得是為什麼 還可以做 還要做 就行 就 你也不能不做 那你還是 對 因為其實我覺得是這樣子 就是說 你當他的律師 然後 雖然你知道說 今天不是你判他有罪的 就是 可是你還是多少心裡 會有一點點 就是 不舒服 就是說 好像你沒有辦法幫到他什麼 那 當然我覺得是說 能夠辦到他 但你是個緣分 那當然就是 會盡可能繼續幫下去 那 看看會不會哪一天 會有什麼 必要的結果發生 什麼因言 機會你會來 其實 其實因為我是 顧地雄律師的 事務所的律師嘛 對 那就跟著他 就一起辦這個案子 對 簡單講就是這個樣子 對 那我覺得反正 這個反正變成是說 你既然已經辦了 我覺得你就 你就會覺得說 你要繼續幫下去 那 當然你就講說 有沒有可能真的讓他 無罪 我是覺得 以目前來看 除非是真的有什麼 新的東西發現 或是像我講 因為時間隔了那麼久了 你要再發現新的東西 本來就不容易 我想你們這樣 應該也是一樣 就是說 你只有只能依照 那個圖片 圖片量子的東西去做 對啊 那更何況我們這樣 我們這樣 其實就是 只有一堆當初 造的那些屍體 因為那個女保險員的部分 有屍體 這樣子 可是那屍體照 那時候我們拿給那個 就是有法醫退下 後來自己再開那種 就是像鑑定公司這樣子的 法醫 對對對給他看 對啊 他講說 那照的就 技術不好啊 就也有點模糊啊 就沒辦法單瓶照片 能夠做鑑定 就麻煩了這樣子 然後 那個時候 鑑定那個 就是驗屍的時候的 那一個 法醫師楊日松嘛 他也掛了這樣 雖然他 雖然在他掛之前 他最後那個 跟十一勝有去開過 開過一詞 對啊 但是既然他也掛了 所以就是說 然後 當初做聲文鑑定的那個人 也掛了 對 就是所有 基本上 就所有跟這個案子 有關係 通通都掛了 所以 基本上來講 就是說 所以你說你還能找到 什麼新的東西 就是 你真的 你很難找到一個 很好的突破口 說好 就是這個東西 就可以扭轉這個東西 有點難 看陸敬德哪說 不好的 這話太多了 不過我想就是 陸敬德如果不在了 或許 或許 法官他的壓力 就不會那麼大 不過 你說你要叫法官 因為這樣就判無罪 我覺得言還是很 說行的 那其實 這個案子其實跟 就是 阿強的狀況是有點一樣 就是 法官也就是在問嘛 你到底要不要用那個 減刑的那個 就是你符合那個 訴審法的減刑的 你要不要請求 你請求我就給你減刑了 這樣子 第二個他也免的那個就是 這個也不能良心不安的那個事情 就是你講話你解決 他也功勞一件 他也功勞一件 客戶會解決一點 那是 法官也有這樣 對秋二聖 有有有有 他當面跟他講的 當面跟他講的 法官還不是找公社便會 他當面開庭就跟他講 你要不要這樣子 有啊 開庭就 有 有齁 你們那時候律師就都沒有 就是讓秋二聖自己決定 那時候 我們沒有辦法幫他 決定這個事情 所以假設齁 秋二聖今天他就認罪 哇 你們律師認罪 他 你會不會覺得說 幫他打了那麼多年官司 不會不會 其實我覺得我們也尊重他的決定 因為以我的個人的信仰來講 我覺得其實命是很重要 就是說 我覺得 為了留一條命 我覺得有些東西 其實 你真的 你願意拿有些東西去交換 我覺得這個我通通都可以理解 說真的 我並不會覺得這樣什麼不妥 那 當然了 其實剛才大家講到認罪這個事情 這個是有一個法律上的 一個有趣的問題 就是說 到底那個訴訟法裡 就是說 請求減刑 但前提是不是你一定要認罪 還是你可以一面主張無罪 一面做這個請求 這樣 那 那 那 這個是一個好玩的問題 那 有的最高法院 有的高等法院的法官 他認為說 有無法啊 你主張無罪 可是你也可以講說 如果你認為我有罪的話 那我要申請 這樣 你可以用一個如果的方式去申請 就是 有的法官 有的法官同意這樣 我不認為我有罪 但是如果 如果你 如果認為我有罪的話 那你要判我 你要依照這下判我輕一點 這樣 很有趣的 對 就那個時候 我們聽到之後 誒有法官同意這個樣 誒 這個創下的法律上的新的見解 這樣子 通常這種民事 民事判決可以這樣 如果你這個不判我 你可以判我這個 這樣有個選擇 這樣子 形式也可以搞這一套 誒好好玩 怎麼會這個樣子 就是 可是有的法官 他是覺得說 就是 他盡量鼓勵你請求 那再跟大家報一個秘心 好 就是那個時候 我在律師訓練的時候 我們上那個就是 就是 如何行事上三省的書狀的寫作 是一個 大家應該有聽過的法官 叫蕭雅歸 哦 好 前一陣子很有名 對 就是因為什麼 他兒子那個 出生貨 對對對 就那個了 然後那個他就講 他就講到陸正的案子 他講說 其實我覺得 這個案子 就是 跟 那省已經跟不到 九省跟十省了 他說拖這麼久 他說其實就是大家的默契 你知道嗎 他說 如果你說底下這樣的判無罪 他說這社會 可以 又是交代嘛 對不對 他說 可是 他們判此行 我們要把它定驗下來 這樣子也不公不義啊 所以就是 這樣繼續這樣子嘛 對不對 然後這樣時間 就可以解決很多的問題 這樣 所以這個 一直原本是 最高跟高院之間的默契 默契 只是因為後來就是一個速審法的問題 這樣 就是如果你 你再把它丟回去的話 就跟阿強一樣 就是 那 你可以想像說 他一個死刑犯 放出來 又陸靜德 這個社會 倒是又會怎麼樣 這樣 所以 最高反正 只好就是說 好吧 到此為止 這樣 那這樣子聽起來 他們 這樣的默契 那好像 我猜 他們也過去 你 就要看 你這個法務部長 保姿有沒有夠清楚 因為這個法務部長當初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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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為他 他敢執行他在上來的 那他到底他在這件事情上面 不過其實就是像那個法官 那蕭陽暉講的 他說其實 每一個法官都知道這個案子怪怪的 所以才會一直讓他這樣子 不停的拖這樣子 否則這個 台灣沒有案子這樣在完的 他是一個很特別的 對啊 你頂多 跟三跟四都已經夠了這樣 沒有人再這樣繼續這樣搞下去的 就是因為這個案子很特殊 那 就是你 沒有辦法讓他定下來 那邊之後再這樣去鼓 好 還有沒有問題 請問當年那個 胡什麼 胡什麼辦法 他們當年不是有承認這件事 那後來後面有去查嗎 就是檢察官之類的 就完全就沒有 就沒有 就忽略這個線索了 他們也不看到底下的狀況 那這裡就已經 查下去了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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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是那邊他們想執行的 就不想再讓他繼續在那邊拖 就不想再讓他繼續在那邊拖 吳光寶寶沒有趕快解決掉 也是 也是社會的動道 這也是交代一下 胡同問題 而且那個 陸正的媽媽的 弟弟還是哥哥 陸正的舅舅也有承認過 哦對了 對啊 因為他舅舅是指導的 他當初舅舅有講過說 陸正的舅舅這樣說過 沒有說過 然後比錄是不是寫說 他不可能殺自己的職業 是那一段嗎 對然後 陸正的舅舅有參加 湖關寶機場嗎 不是不是 陸正的舅舅 就腦子不是很好啊 這樣 就是有點阿達阿達這樣子 那跟江國慶的去融合一下 那後來他就有的是自殺 真的啊 他就有自殺 好 這也是秘性 對我是秘性 那我不會啊 問一個 因為他這個是上次兩個案子 一個是陸正案 一個是柯鴻玉蘭 那我那天有聽 有律師講說 其實是渡南那邊的警方 一直在鎖定柯鴻玉蘭的一個親戚 還朋友 然後聽說那一代裡面也有一些什麼 豬的 有男生的東西 結果這個線索就完全就 就沒了 警方也就 就不見了啊 沒有 因為就 海北那個時候就是 海北市行大接手這個案子之後 就柯鴻玉蘭那邊承認了這個部分了 那等於是就是竹南這邊變成事情 要配合這邊來繼續做這樣子 所以整個就 那邊就停掉了這樣 原本是那邊是在朝那條路上走 為什麼北市行大可以來接著 這份問題 對啊 為什麼可以來接著 這反而是主管 我們才有 更有能力破案嘛 你那裡已經沒有能力破案 所以我派一組人 有能力破案 這個也回到就是剛才問 就是陸正德的問題 哦 的詮釋 因為就是說 原本當然每個警察都有自己轄區嘛 都分得好好的嘛 也不太可能越區或幹嘛 這是踩到人家陷板 就不好的事情這樣 可是這種是特殊的案子嘛 那 就 連吳波熊到他們家去慰問了 對不對 那我要求你們給我從台北派一組好的人下來弄這樣 當然就 要派誰下去就派誰下去了 好像是那個 羅季勳他的祖傳就由是台北市行大的警員 對啊 因為講說羅季勳他先到台北去檢舉 然後 檢舉這個案子之後 然後他們就下來了嘛 那當然後來就變成他們就來接手辦這樣 對啊 所以侯友宜就這樣子一路上去啊 那現在是新北市的陸市上 很多人扮蛋就是聖館了 對啊 當然有人扮這個蛋後來就 捲到別的蛋後來就 就落跑了 所以 所以如果 如果這樣子的話 你要不要檢討 欸 侯友宜 可惜是不是 是不是有 有多大的瑕疵 這個案子 弄到這樣子 其實這個可能會影響很多人 其實剛剛是談到 其實剛剛一次談 自己已經 再談到一點 就是剛剛 育豪 育豪就談 提起那個話的 他是一個政治 上次一名有講 這是一個政治案 政治案件的意思是 就是剛才孫兵講 法律上面時間過那麼久 已經越來越難了 那邀請大家來 或者我們在這裡 就是希望讓這個社會 其他的人 我們這些非法律的人 更知道這個案 當這個社會有 一萬個 十萬個人 都知道這案子 而且我們都在 關注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才開始會成功 那甚至於包括國際也在關係 對啊 阿翔有話 所以想說 你剛開始的時候 也是很仆恨 不平 但是後來 外面的一些人 一直是漢移植 所以慢慢 慢慢 我們時間上 還可以再一個五分鐘 好不好 可以嗎 可以 給阿翔講一下 還是有問題 問孫玉的人 其實有一個 有點冒犯性的問題 就是我不知道 你們在 就是入獄之後 被判了死刑 那個 那個 就是那個感覺是 不是 有 沒有 是